就在上周末我们改装的两台 D-MAX AT35北极卡车已经正式完工了 一台是我的贝托房车 另外一台是以灵拓为基础 加装了一个高盖的工作保障车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有五台北极卡车了 前三台是我们开到了俄罗斯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由北极卡车的俄罗斯总部进行改装打造的 今年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 我们把所有的陶价从俄罗斯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运回了国内 来自己进行操刀改装的 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的改装项目都已经结束了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系统的聊聊 到底什么是北极卡车 北极卡车最初诞生于冰岛 1990年的时候 丰田在冰岛成立了一个改装部门 它的名字叫做一个冰岛语的单词 直译过来就是丰田配件的意思 最初它只针对三款车型进行改装 兰德库鲁泽 也就是陆寻 Ferrinder 以及海拉格斯 北极卡车为他们重新构建了 20%到70%的成身结构 目的就是为了容纳更大尺寸的轮胎 以满足北极圈附近的冰雪路况 虽然名字叫做北极卡车 但它并不只改皮卡 这也是很多朋友对它存在的一个误解 冰岛以及附近的北欧国家 因为特殊的冰雪环境 有很多或大或小的改装厂来做大轮胎的基地车 但是容纳大轮胎就必须要对原来的车身结构进行切割 重造 这也就涉及了要对原先的车身尺寸来进行测量建模 重新开发结构架 有了丰田原厂数据的支持 这家公司也很快就成为了众多改装厂里面的佼佼者 1996年的时候 这家公司正式更名为Arctic Trucks北极卡车 2005年的时候 从冰岛丰田独立了出来 开始和其他的汽车品牌进行合作 目前它的产品线针对丰田 雷克萨斯 五十零 日产 福特 奔驰 大众 以及伊威科 都设计了有不同轮胎尺寸的套价 同时北极卡车也走出了冰岛 目前在英国 挪威 芬兰 波兰 俄罗斯 阿联修 现在都设有改装的分布 除了改装车辆以外 北极卡车还有另外一个特别主要的业务板块 就是提供南极北极的极地旅游 极地探险服务 全球各地的旅行者都可以在冰岛 作用他们的北极卡车 原则是他们的团队进入到冰原 进行一次绝无仅有的极地自驾之旅 如果你自己不想开车 也可以乘坐他们的奔驰斯宾特AT44 07年的时候 Top Gear极地特辑 就是在三台北极卡车团队的保障下 达到了地磁北极 大星星克拉克森在哈拉克斯AT38 车尾马桶圈上上厕所的那个桥段 也是特别的经典 这台哈拉克森后来也被很多的赛车电子游戏 都收录进了车库 除此之外 针对顶级的玩家 北极卡车还可以在南极州 提供这种自驾旅行服务 要知道北极地区 主要是由丰动的北冰洋形成的这种冰原 它的地质是比较平坦的 而且各大洋的暖流都会北上 在北极汇合 所以它的平均气温并不低 但在南极州 南极大陆是被南极寒流围绕的 年平均气温仅仅只有零下25度 南极大陆还是一个山地高原 它的平均海拔达到了2350米 所以南极州穿越的难度 要比北极高了很多很多倍 不过只要你足够的有钱 北极卡车团队可以在你的南极形成中 用飞机给你空头极地钻用的燃料 还提供这种GPR探地雷达 让你探测鸡血底下有没有冰份 保证你的安全 除了个人旅行之外 到目前为止 北极卡车团队已经进行了 大概有30次的南极科考保证任务 10年的时候 两台海拉克斯AT44 创下了108小时 抵达南极点的最快世界纪录 返程的时候 仅仅用了3.5天 每升的燃油可以行驶2.2公里 轮式车辆相较于这种履带的车辆 有着不可比拟的燃油效率 还有行进速度的优势 16年的时候 一台现代圣达菲AT38 在一台四轮海拉克斯AT44 还有两台6×6海拉克斯AT44的保障下面 成功穿越了南极州的螺丝冰架 或许只造出来这种大轮胎的 极地探检车它并不难 但是北极卡车 强大的极地穿越保障能力 是其他的改装品牌 都不可能比拟的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的改装方案 比如说AT38 AT44 这些方案里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它直接代表的就是轮胎的外径 北极卡车 现在一共有 AT32 33 35 37 38 44 还有44寸 6×6 这么几种方案 就是听着非常的乱对吧 其实也很好理解 37寸以下 它主要针对于我们平常所用到的普通越野穿越路况 相较于原车的轮胎 换装更大的轮胎 可以非常有效的提升离地间隙 同时大轮胎在通过这些障碍的时候 也会非常的从容简单 38寸以上的方案就全部采用了15英寸的轮圈 使用北极卡车专用的这种极地轮胎 可以低到0.28的这个胎压来在冰雪路面上行驶 提供了很大很大的轮胎接地面积 它可以避免车辆陷入到冰雪之中 我们再来说说各个轮胎尺寸方案的区别 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丰天普拉多三菱帕杰罗 这种车原厂使用的是2656517的轮胎 它折合外径大概是30.6英寸 北极卡车提供的最入门的套件 就是AT32和AT33 根据普通车的原车轮胎尺寸不一样 所以有的是32有的是33 这种改装它只是简单的切割了原车的轮胸内衬 还有挡泥板这种无关紧要的小部件 装上稍稍大一点点的轮胎 粘贴上轮煤 配备北极卡车品牌的一个底盘护板 涉水喉这种改装架 一般都是采用经销商直接售卖给客户的这种成品方式 提供给客户一个到手就可以玩的越野的状态 它的定位非常类似于丰天原厂的TRD Pro 还有福特的Rapser猛禽 这种到手就可以玩的越野车 到了AT35的方案 就需要大量切割原车的结构件了 改变这个车壳子和底盘之间固定点的位置 再把这些固定点上增加尼龙材质的垫块 我前排的这个脚下的铁皮呢 也会直接切通切透 看到这个轮序内部的结构 再补焊回去一些北极卡车专门开发的结构架 35英寸的轮胎是150猛型原厂的轮胎尺寸 把这么大的轮胎装在尺寸小很多的 丰天普拉多海拉克斯这种级别的越野车上 那它们的越野能力就会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 AT37就是针对普通越野穿越定位提供最大的轮胎尺寸方案了 为了容纳37英寸的轮胎呢 有时候会在切割车身之外再使用降桥套架 向下挪动前后悬架的固定点 进一步拓展轮序的空间 容纳更大尺寸的轮胎 到了AT38以上呢 就是专门针对极地冰雪路况设计的改装方案了 北极卡车官方对AT38的定位是专业节 AT44的定位是探险节 一般来说AT38需要向后移动车辆的后桥 这就是拿我们的丰天普拉多来举例 让车辆的大轮胎避开我们的车后门 AT44还需要向前移动车桥 避开车的前门 因为切割车门重新设计密封结构 这个工作太过于复杂了 所以为了容纳大轮胎需要移动车桥 把原来的悬架固定点切掉 挪到新的位置再把它焊回去 这对于加工精度就有着特别高的要求 这个背后也需要非常完善 而且准确的官方车辆数据模型 来提供理论支持 至于6×6的AT44方案 它可以大幅提高车辆在极地环境下的运载能力 对于极地科考的后心保障特别重要 单单的底盘改造的费用 折合人民币就是大概300万元起 如此强大的极地车辆 一般都会用于商业用途了 最后我们再来客观的分析一下 37英寸以下针对普通越穿越路况 就是我们接触的比较多的这种飞机卡车改装 毕竟38英寸以上的专业极地车 还没有其他的改装厂商有规模和实力和它来抗衡 首先啊 不管什么风格的改装体系里面 提升轮胎直径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因为大轮胎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车辆的离地间线 提升通过性 就拿我自己的这个50D Max来举例子 同样是容纳35英寸的轮胎 北极卡车切割车身 它就不需要升得太高 但是如果不切割 至少需要6英寸以上的升高套架 同时呢 保险杠挡机板也需要一点点的切割 升高套架会大幅提高车辆的重心 无论是公路还是越野行驶的时候 操控性就不可避免的会变差 很多原车的悬架参数也会改变 这有可能会导致很多零部件 它的使用寿命会变短 但是呢 北极卡车同样存在劣势 相对于这种拧螺丝就可以安装到举程套架 北极卡车的施工难度就比较高了 因为要涉及到切割和焊接 还需要很高的这种加工精度和车身 减膜数据来支持 价格也会是比较高昂的 这种改装方式是不可还原的 你一旦切割和焊接之后 这个车就再也回不去原来的样子了 以上呢 这些就是强大的北极卡车 它真的是远不止于 我们外观看上去的四个轮煤 那么的简单 现在呢 你是不是对它有了全新的认识